我們雖然台灣是小國 但是不要放棄我們 就是加油繼續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有一天就是會被看見 今天我覺得我的立場就是 去捍衛我們辛苦就是得來的民族 然後就是覺得 我們都要認真的站出來 去捍衛我們在乎的事情 我們就要認真的 我們繼續下去 我們就要 Carey 我們就要難怪 我們就要比特地 我們就要有錢 我們就要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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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來看 我就是這一輪 我們就要買 我們就要買 我們就買 在皆自充程中 Fer & えら髒胡輪 高復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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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know... It'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I came around It's been a long time to put her back in town I just don't know I love you I love you 就是可以不斷的把 可能平常小時候壓抑的小孩 把它展現出來 然後相信自己是漂亮的 然後找到屬於自己的自信 然後不斷就是 跟社會的各種制約說 然後至於可以去總統府表演 就是從來沒有想過就是人生有這個 就是完全不會覺得這是我做得到的事情 然後就是沒有想到就是參加了這個節目之後 就是竟然有機會可以把變裝皇后的表演 就是帶進了總統府 就是很honored 就是可以當這個 帶皇后表演去總統府的人 好 我們主持人這邊最後一點是 因為這次是台北國際變裝藝術節 那台北國際變裝藝術節呢 它是就是結合很多Local Queen 然後還有你是我們的領先主演 有沒有什麼話想要對我們台灣的Local Queen分享呢 因為畢妮也是從Local Queen 走到我們的Drag Ray Superstar 鼓勵幾句 突然要很立志不知道說什麼 我連今天要化妝我都沒有辦法立志自己 就是好好認真化妝 我想一下 我們雖然台灣是小國 但是不要放棄我們 就是加油繼續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有一天就是會被看見 好 謝謝你 謝謝 哈囉 就是對於現在大家說也是就是台灣的國際美人 你覺得就是這個稱號也是一大 美人是當然的 但是國際美人就是 不知道 就 國際美人囉 那我們下一步想要怎麼把皇后跟台灣文化宣傳到更遠的地方去嗎 請盡情期待那個未來的打算 因為就是未來有希望就是可以融合台灣文化 然後就是融合變裝皇后表演 像是融合廟會 然後在廟裡做皇后表演這樣 所以這個是很好 因為今天身上的這一套跟總統廢放是 應該要適應一樣 或許這套對你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 我只是就是說帶回台灣的衣服有限 所以就是要重覆利用 這次像Plane Japan跟Marajz 又來嗎 那帶他們去哪邊玩 比較吃什麼他們特別喜歡嗎 例如臭豆腐吃那種 像三 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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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帶他們去向山爬爬山 然後 突然有點想不想我帶他們做什麼 昨天帶他們去 跑爬 謝謝 你這次回來就是 你帶到了台灣把台灣帶到全世界 又回到了台灣 身為台灣人甚至你前幾天也走上街頭了 會不會覺得說真的現在這一刻很光榮 您這感覺是怎麼樣 就是這一切的一切 像夢一樣啊 對啊 然後你又到了立法院 就是真的感覺很像台風 就是跑來跑去 然後 這個成語是什麼 旋風刮燥嗎 什麼登台 就是 就是 啊 就是覺得 就是沒有想到就是事情都會發生這麼快 就是 我也還在調適就是正在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就是一切都發生很快 然後 就是 有榮幸可以扛起這個枕 就是 變成皇后的 好嗎 就是講字連點 台灣的恐怖 哈哈 七八雷就殺掉 哈哈哈哈 你現在從現成冠軍之後 你是不是獲得很多工作機會 那你為什麼 嗯 今天我覺得我的立場就是 去捍衛我們辛苦就是得來的民主 然後就是覺得 我們都要認真的站出來去捍衛我們在乎的事情 這樣子 Nibia 為什麼是DRAG a good medium for culture exchange and sending messages 那是太深了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來吧 蛤 蛤 我再給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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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是DRAG a good art form for exchanging ideas 我要用英文回答嗎 都可以 都可以 因為我覺得變裝它集結了 很多 我回答不出來 我嘗試了 但是就是 有很多來自自己的文化 很多文化洗禮 是不是文化洗禮嗎 我們剛剛採訪了你的好朋友 然後 他也就想說 喔 希望有一天會像Nibia這樣走上舞台 就可以有什麼話想要對你的這些好姐妹說嗎 今天又要跟他們捍牌了 他們要怎麼走上國際 怎麼來看國際 就要對你好姐妹的話 很簡單 我覺得就是要認真做你最喜愛的事情 然後覺得你持續的去堅持 然後做一些 那叫什麼 嘗試的挑戰 嘗試的挑戰 持續的在做 Consistently 他就是有一天就是你的努力會被開花結果 那接下來就是要去奧運演出 有沒有準備什麼特別的演出 反正那個巴黎奧運的表演的概念就是如何去介紹台灣 然後讓國際外國人就是看到了這個表演會對台灣產生好奇 然後會想要去參觀台灣 然後就是以這個為出發點 然後去重新建立屬於我們的國旗這樣子在表演當中 那例如說有加什麼樣的台灣的飲食 美食 巴黎奧運劍 有辦法先透露一點點嗎 巴黎奧運一見 那其實是因為上次總統的演出還是有一些負面的聲音 那或許對於這些負面的聲音 你會怎麼自己去調適 例如說有一些酸民會講些話 那或許在面對這樣子的負面的聲音 你會怎麼去調適自己 欸 我不知道欸 因為我 完全不會去這樣做 不是 我覺得好像有負面的聲音 他們都在說什麼 就是口氣提供的聲音 很好 就是自從上次節目之後 就是發現你沒有辦法取悅每個人 然後至於負面的聲音嗎 我其實好像也沒有看到什麼 因為我也沒有認真在找 就 然後 反正就繼續做你熱衷的事情 關他們的 這兩題喔 這兩題 還有嗎 那等一下的演出就是 有沒有怎麼樣要震撼我們的本土皇后 我覺得可能是本土皇后要來震撼我 對 因為我的表演可能就是 沒有時間拍舞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我等一下是要去看他們表演 被他們震撼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他們這樣 就是看他們有在做的 好像大家都有在認真表演 那會許之下會帶一些後備 或者是提示一些人一起去參加那個 網路的節目嗎 嗯 我覺得他們可能現在要找一個美國人結婚 因為 你要有辦法在美國工作 在馬上那個節目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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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